四大洲花式滑冰競標賽 十九號登場的雙人冰舞長曲項目 直徑動作包含三個拖舉 一組旋轉 兩組連接步伐 一次雙人快速同步轉體 以及一組編排舞步 尋求衛冕的加拿大組合 Kathleen Weaver Andre Poldre 身穿一席銀灰色禮服 飛燕旋轉 凌空曲線拖舉 讓全場歡聲雷動 只不過衛冕路卻遭阻斷 以銅牌作收 因為壓軸登場的美國搭檔 Madison Chuck以及Evan Besk 不好惹 尤美旋律搭配單腳曲線拖舉 連續三次雙人快速旋轉 驚豔全場 遵守舞曲的高潮 在兩人結尾的創意編排舞步 直線高難度拖舉 和快速且重節拍音樂 配合得恰到好處 以長曲總分一百零七點五九 擊下加拿大組合 拿下銀牌 而同樣來自美國 在短曲上目位居第一的 美國攝骨兄妹Maya Shiptani 和Alex Shiptani 仍舊補落人後 一開始便大量採用 高難度的單腳拖舉 應得全場觀眾目光 緊接著雙人快速轉體 距離貼近 但整齊度跟默契都沒話說 這次Maya腳上冰刀 更直接踩在男生大腿上的 超高難度拖舉 成為整首曲目的高潮 診斷表演大量 運用四級難度技巧 一破本季新高的一百零八點七六分 綜合一百八十一點六二 爆走雙人冰谷冠軍 也是兩人生涯在四大洲 花式滑冰競標賽的首面金牌 至於備受瞩目的 臺灣滑冰小王子曹志一 在男子單人短曲 神傳黑色香鑽禮服 隨著貝多芬的最後一頁登場 可惜第一個三週半跳 出現失誤 接下來企圖用花式旋轉 搬回顏面 可惜組合跳也有小瑕疵 五十一點八三分 表現不盡理想 不過二十一號的長曲項目 還有機會搬回顏面 也請觀眾朋友持續鎖定 繼續為滑冰小王子加油 日愛體育新聞綜合報導